1. 銀河爭霸 哈囉!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紹這一款遊戲呢 叫做銀河爭霸 那這一款遊戲呢 它是一個以宇宙戰艦的背景為 為背景齁 然後以及是它的一個 一個設定 那我們玩家扮演的呢 是一位艦長 那這個艦長呢 我們有一顆星球 那我們就是以自己的星球為基準 去探索這個銀河系 以及在銀河系會遭遇到很多的 敵人啊或者是盟友 然後我們進而結成聯盟等等的 在這邊我們可以看 這是我們的人物齁 那這是我們的星球基地 我們在一開始的劇情之後 我們就會到這個星球 來建立我們的殖民地 那這個殖民地呢 這個殖民地我們就要好好的發展啊 那除了有 除了有一般的 我們有三個 主要有三種的原料 金屬 然後 晶體 以及我們的 重氫加工廠 那主要就是這三個顏色 金屬然後晶體 跟這個重氫 那這邊呢我們每一個 資源 我們每個建築物它都是會需要電力的 所以需要這個太陽能發電廠 進行我們的 進行我們的發電 那當然玩家如果說 覺得太陽能發電廠不夠用 我們之後也可以製作核電 核電的製作必須要有一些 比如說我重氫加工廠要等級5 我的能源技術要等級3 那這個技術方面的話 我們可以在科技實驗室研發 以及說在 戰艦工廠 這邊我們可以生產我們的 主要用來戰鬥的戰艦 比如說我們的戰列艦轟炸機 無味艦甚至是死星 死星也可以建造 這款遊戲死星也可以建造 那防禦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 防禦的部分是在 敵人進攻我們星球的時候 什麼情況會有敵人進攻我們的星球 就是當別的玩家 他可以侵略你的星球的時候 這個防禦設施就非常重要啦 這個東西都是生產的 他自動就會裝備了 所以我們就不必擔心 那這邊呢 我們左下角這邊 我們可以選擇星球 星系 以及銀河系 像這邊我們就可以選擇銀河系 有不同的銀河系 就是這整個宇宙中的銀河系 有很多個 然後我們選擇一個星系之後呢 我們就會進入到一個 這個銀河系之後 我們就可以進入到一個這樣的星系 在這個星系 我們可以探索 這個銀河系中 這個星系裡面的星球有哪一些 包括無人的 我們可以做殖民 甚至是說 我們可以 有一些宇宙海盜 我們可以去攻打 宇宙海盜其實就是NPC啦 那這邊會有一些什麼 P19450 這些都是玩家的星球 我們可以去做偵查 或者是攻擊的動作 那有些玩家沒辦法攻擊 那是因為他有防護罩 有防護罩的玩家是沒辦法攻擊的 那甚至說我們可以標記他等等 看他詳細的情況 那當然我們 我們做完偵查或 這款遊戲啊 他偵查或攻擊 這邊比如說 我要做 做偵查 做戰鬥好了 做攻擊 那其實我們就是派出我們的 宇宙戰艦 戰鬥機 等等的 然後我們就下一步 下一步之後呢 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加一些資源 讓他速度變快一點 就出發了 出發之後呢 他會進入到一個這樣的畫面 比如說他這邊有15分鐘 那就是他的去城 攻擊這個NPC要15分鐘 那回城他也會需要15分鐘 我們做完偵查或 這款遊戲啊 他偵查或攻擊 他都可以在郵件這邊找到結果 比如說我有個偵查報告 我就可以看到這個星球 他有什麼樣的戰艦 以及有什麼樣的資源我可以去掠奪 那我這邊可以直接出奇或收藏等等 那這邊也有一個新的 宇宙報告 那個 戰鬥報告 所以他的一個 遊戲進行方式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在我們自己的星球 升級資源 那在升級資源的同時 需要時間 那我們就是派我們的戰艦 我們生產好的戰艦 去探索或者是偵查 以及攻擊其他的星球 以獲得資源 或者是打這種 宇宙海盜 將這些宇宙海盜 驅逐 從我們的星系驅逐出去 那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收到這份報告啦 我們就可以繼續撞到我們的星球 讓我們的 我們去探索更強大的星系 那喜歡這種 類型 戰略類型的遊戲玩家 還有這種 養成類型的玩家 可以來試試看這款 銀河爭霸喔 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喜歡的朋友可以 在我們影片右下方的官方下載 來進行下載 希望大家喜歡 我們下次見 掰掰